被老爹 我大笑死觉得平时对你怎么样 你自己摸着良心讲 你干了那么多的坏事 哪一次不是我上门给人家赔礼又道歉 真没想到 这大过年代 你竟然连一个红包都不给我准备 真是对你失望透顶 我的好儿子 你先不要生气 你听我跟你解释 我的钱都捐给有需要的人过年去了 你感觉你变得这个谎言像真的吗 你把我当三岁小孩耍呢 急了大耳啊 我真的没有耍你啊 我的钱真的全部都捐出去了 你要相信被老爹我啊 自从改邪归正后 我一直想要帮助有需要的人 就把我的钱都捐给别人了 所以没钱给你发红包了 你不要再说了 赶紧离开这个家 贝利亚被截得气的原地打转 随后一气之下 居然真跑走了 小伙伴们赶紧给贝利亚发三朵小鲜花 安慰安慰她吧 可是没跑多久 竟然扭伤脚踝 一瘸一拐的 真可怜 忽然在前方看到了小奥特曼们 小奥特曼们正在举行聚会 还有美味的汉堡 鸡腿和水果 期待的小奥特曼们 我能不能一起参加你们的活动呀 这大鸡腿真香啊 我的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我被我的儿子劫得赶出了家 你们能不能给一些食物给我吃啊 贝利亚 你不要在这里打扰我们的聚会 我们这些食物是不会给你这个大坏蛋吃的 小赛罗说的对 你贝利亚就是个大反派 怎么好意思跟我们奥特曼要食物吃呀 你难道自己不嫌丢人吗 石像点的就赶紧离开 不要逼我们动手 贝利亚 你是听不懂我们说话吗 这里不欢迎你 不要在这里装可怜了 我们是不会和坏蛋一起玩的 小奥特曼们 我已经改邪归正了 我还把我的钱都捐给了有需要的人 为什么你们还是不能接受我呀 说完贝利亚就转身离开了这里 他没想到 大家竟然都忽视了他的改邪归正 可是走着走着眼前的一幕 把他惊出了一身汗 黑暗扎机带领怪兽小弟 竟然抓住了赛罗奥特曼 并且还把他们关在了能量控制仪器中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善良的贝利亚准备过去解救赛罗 黑暗扎机 你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抓赛罗奥特曼 以后我还以为谁呢 原来是你个贝勒黑呀 你这口气是想阻止我吗 这赛罗奥特曼已经被我们偷袭了 马上我就要吸走他的奥特勋章里的能量 哈哈哈哈 然后我就能成为最厉害的怪兽了 光之国的所有奥特曼都不再会是我的对手 我真是想想就激动 黑暗扎机你先等一下 你听我先讲的事情给你听 据我所知 怪兽直接吸收奥特曼的能量 如果强行这样做的话 会对自己造成很大的伤害 不如我们做个交易 你放了赛罗 我把我的奥特勋章给你 贝利亚 没想到你居然真的改邪归正了 竟然为了救赛罗 亏献出自己的奥特勋章 那我就成全你 反正吸收你的黑暗奥特勋章能力 肯定没有危险 随后 贝利亚竟然毫不犹豫地 将自己的奥特勋章 传送给了黑暗扎机 黑暗扎机拿到勋章后 果真带着怪兽小弟 离开了这里 一会儿 赛罗也苏醒了过来 刚刚的对话 他都听得一清二楚 贝利亚真是太感谢你了 赛罗 你是我最敬佩的人 你有危险 我肯定不会坐视不管的 但是也只有你相信我被老黑 小奥特曼和杰德他们都讨厌我 你能帮我证明一下 我真的改邪归正了吗 我真的好可怜 这群小奥特曼和杰德 真是太不像话了 你明明已经改变了这么多 竟然还不相信你 我立刻就让他们过来给你道歉 你就等着吧 随后 赛罗叫来他们一起 和贝利亚唱歌 庆祝这个美好的日子 贝利亚开心地 像个二百斤的大胖子 这应该是她最开心的一天了